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偿过名行不行 城市里展开大讨论 今日说法问你播出 谁改了他的名 各位好 这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国家行政学院的杨伟 李东教授 梁老师你好 大家都坐公交车 公交车的站名都在我们的脑子里刻着 大概一说我们就准时下车 所以最近南昌市的市民展开了一场很有意思的讨论 南昌市里的公交车车站站名经常发生变化 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该不该发生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不久前 记者在江西省南昌市二路公交汽车上遇到了一位张大爷 他正因为坐过了站而着急 张大爷本来要在青青宝贝站下车 但他一直没听到报这个站名 甚至连这位司机师傅也没有注意到站名已经改了 新的站名其实叫东方银座 张大爷就是南昌人 他告诉记者青青宝贝的站名在以前是叫百货大楼 那是个已经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大商场 也曾经是江西省最大的百货商场 他今天就是要去那儿购物的 可是后来他记得百货大楼的站名改成了青青宝贝 所以他一直注意着听新的站名 没想到现在又改了 自己不得不下车往回走一站地 其实不止张大爷感觉到公交站名有点乱 很多乘车的人也都有同感 记者也找到了张大爷要找的青青宝贝站 站名已经改报为东方银座 经过询问记者找到了曾经被命名为公交站名的青青宝贝 这是一家儿童摄影店 店主向记者介绍了 他们的店名是如何变为公交站名的 那我是正好我们在这个地名上面是有一个位置 而且说心里话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然后他就给我们建议 因此我们就采信 觉得这个很可信心 的确也给我们带来了品牌的效益 店主说他们和公交公司曾经签了一份协议 由店家向公交公司交一笔广告费 这里的一个公交站名就冠名为青青宝贝 时间是三年 现在三年到了公交公司又把站名 改成了一个小型商场东方银座的名字 这个也不瞒您说 东方银座是它的出资比较比我们的 公交站名冠名为企业名称 这种做法好不好 记者在街头采访了一些市民 大家有两种观点 正方认为不该改动 这个站名取得很不好 是公交公司为了赚钱 我们周围居民来讲很运气 乱七八糟的 好多很重要的地名不讲 讲旁边一个什么店啊 有什么宾馆啊 怎么看 地名应当叫主要地名嘛 你突然叫一个商店的名字 叫个什么名字 哪不信怎么知道 如果是以前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如果他们乘车的话呢 改了站名的话 他们就很多地方都不清楚了 要在哪边下了 反方认为影响不大 我们现在是这样 我们做熟了 差不多到哪里 抬抬抬一看 就知道下了 行 叫惯了就一样了 原来老路名啊 不能都叫 对吧 既然人家给了你钱 你再加一个地名就可以 其实公交站名 被企业冠名的问题 早在2001年 就在南昌市的报纸上 引发过一场大讨论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改站名的费用 每个是一万多元 例如人们很熟悉的 长途汽车站 有一个公交站点 站名就叫长途汽车站 可后来站名被改成了 干江宾馆 使得一些坐长途汽车的人 找不到地方 媒体质疑公交公司 只认前 忽视了公交的服务性 南昌市政府 第一名委员会办公室的 顾问陶老先生 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 以什么为本的问题 是吧 以人为本还是以前为本的 当时公交车的站名 是以什么来定的 当时公交车的站名 我们没有介入 我们没有介入 是这个 由公交公司自己定的 但是那个时候定的站名 一般都比较规范 那个时候 还没有市场经济这个意识 使用的都是比较标准的地面 或者是一些古老的地面 这位陶先生在地面办 工作三十多年了 他告诉记者 他曾经多次向公交公司建议过 不要随意更改站名 但意见没有得到财信 陶先生认为 站名改来改去 必然会带来一些危害 这个在地面混乱的问题上 是有前车之见的 我们有两条猪事件 一条是猪牛的猪 还有一个就是猪宝的猪 因为就是这两条路 就因为有一个老人 他的心脏病发作 把电话给急救站 要求拍急救车 但是他就没有说清楚 我是猪宝的猪 还是猪牛的猪 是吧 这个那个急救车开错地方了 开错地方了 在卖猪的那个 对 在那个街上 开到 那个老人 开到那个猪事街去了 找不着人 转了半天找不到人 后来听说 这里还有个猪事街 我们都回来 时间也耽误了 陶先生给记者举例 公交站名长途汽车站 曾经改成了干江宾馆 但现在又改成了普发银行 而在南昌市 普发银行就有好几个 记者也在公交车上 遇到一位一上车 就打听长途汽车站的乘客 不过也早在2001年 公交广告公司发出的声音 与陶先生的观点截然不同 公交广告公司认为 沿用过去的老站名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改站名是市场经济 取代计划经济的必由之路 当年的讨论非常热烈 但公交站名 还是越来越多的 被企业冠名了 八年后的今天 记者在几个繁华路段数了数 就拿二路公交线路来说 一共有23个站点 被企业冠名的就有10个 302路公交线路 有21个站点 被冠名了10个 被叫做站名的企业名称 有银行 有商场 有外语培训学校 有泌尿专科医院 还有体检站等等 那么公交公司改站名 有什么样的依据呢 记者也采访了 公交广告公司的总经理 长途计刑站 这是当时在计划 金项那边一直叫 后来市场化之后 那么我们来讲说 长途计刑站也是企业的 那么我们也跟他连续过 看看这个站点 你们灌不灌名 他们说我们长途计刑站 这一块来讲 都是说大家都知道了 结果长运不灌 就改成干江宾馆 干江宾馆这几年的运作发展 来之后来讲 随着市场发展 他感觉来讲 他的理科 好像不是坐公交车的人来的 那么他又不坐 又不灌 那这个时候来讲 普花银行 人家刚刚过来 05年的时候 他们感觉来讲 这个对他们灌名的提升 在江西 在南昌的影响力 很有帮助 所以普花银行又灌 您是从这个 谁申请要求 谁来申请来拿钱 要求灌名 这角度考虑 您有没有从老百姓的考虑 是要去成都汽车站的人多呢 需要知道成都汽车站 是哪一站的人多呢 还是需要知道 普花银行是哪一站的人多呢 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 这里面来讲 可能我们有些想的 还有不周到 或者做的不周到 需要改新的一个过程 徐经理告诉记者 公交站名的企业化冠名 仅仅是公司和企业 协商后签协议定的 协议三年签一次 如果企业不愿再出钱 或者有其他企业出价更高 公交站名就跟着更换 这一系列的决定 没有征求过市民的意见 也没有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过 在冠名的只有100多个点 收入有多少 一年收入200多 去年收入是200多 275多 那这些收入用来做什么呢 你没看见吧 我们这个站台的更新 马上就是做电子站台 这都是这个资金来做 徐经理告诉记者 公交站台由80年代的破旧简陋 演变到今天的美观整洁 公交广告的功劳不能抹杀 不过同时记者也看到 在公交车上 站台上 一切能利用的空间都有广告 公交广告公司的广告年收入 也由1988年的8万元 达到今天的5000万元 而这站点冠名的广告费 每年是200多万 只是整个广告收入的25分之一 公交站名能不能就不改了呢 但徐经理认为 公交站点的有偿冠名 是法无明文禁止 不为过错 我个人了解 法律法律 没有明确的一些 对这冠名有什么要求 但是政府地名办的 陶先生告诉记者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 地名管理条例中 是可以找到相关规定的 第四条就讲了 各专业部门使用的 具有地名意义的 台站港厂等名称 一般隐于当地地名统一 但是这个站就没有细化了 一些比较大的站 我们介入了观点 是吧 公交站 火车站 汽车站 什么这些 另外一个 它没有法则 你违反这个规定 不做怎么办 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你不能说改就改 你改了之后 会让大家很不方便 另外一种观点是 那人家现在公交公司也企业化运营 拿收来的钱来做点事 未尝不合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应当说 规范现在地名管理的是 国务院在80年代中后期出台的一个地名管理条例 那里边并没有说能不能 这个地名条例其实也在修订之中 那么我想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新命名 就是对一个新修的道路 新修的公交线路或者暂明 在一定情况之下 它可以进行有偿冠名 那么更名 因为地名的意思是只有指位功能 就是让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名称判断那个地方 所以它要保持稳定性 现在通常理解是15年 这应当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有人提长比如50年30年 不能说为了钱我想改就改 您看在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情况里面 改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自始至终都是公交公司 可以完全以这种公交企业 对个体企业的这种方法来交流吗 其实这种地名就是公共利益 为大家确定一个标示意义 就是一种公共资源 比如我家的门牌号 我想改行吗 不行 但有审批程序 这个审批就应当是有行政机关 通常我们现在是民政部门做主管 但有些地方不太统一 第二层含义 就严格来说你是公交公司是公益性的 除了你自己创收之外 那么如果钱不够 我们第一可以财政补贴 第二可以给你比如说特殊的像广告 或者是这种命名权 你可以收益 但钱都应当是政府收来了 然后给你 画给你 强调两个东西 第一是公共利益的保护 这是肯定这是个大的前提 第二就是更名这事你能改 你能更名 程序很重要 咱不能说自己商量着说 咱们可以改了就改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其实不只是南昌市 近几年许多城市都有过将公交站名改为企业名称的事 也曾经多次引起过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而在讨论过后 有些地方将公交站名又改了回来 这一次在当地媒体对南昌市站台冠名报道后 公交公司将大部分站名做了修改 改为一个路名 再加一个括号 括号里使用企业名称 而在报站名的时候则是先报企业名称再报路名 记者采访的一些群众认为 这种做法仍然不太合适 我这看着就比较乱一点 谁人眼睛就比较疲劳 可能就会不太注意你自己要到站的那个站名 要去更多的注意到一些喜悦名称 5月14日 南昌市政府召开由市长主持的协调会 要求地名办拿出整改意见 地名办提出了两条措施 第一 现有公交站名由公交公司一次性申报 并由地名管理部门审批 第二 已经批准的站名应保持相对稳定 不得随意更改 我们就是确定这么几个人 一个标准的街道人员 比如说阳明路 凡夫路口 第二个就是使用平地高 人流量大的机关车站 医院 比如在民政府 长州汽车站 第三个 能够展示南昌形象的这些人员 像八业广场 陈王阁 这个都的旧局 贺龙指挥部 把摩天轮尽量避免用一些企业名证 企业名证因为它是不稳定性 它有一些不稳定性 这些办法能否实施 还要等市政府最后用红头文件的方式传达 而公交公司也表示 他们将服从市政府的决定 那么我们现在官名我们也全部停了 我们国语体我们肯定是要听政府 有的时候合适更名 并且经过了法定程序之后 这个钱还是可以挣的 但是关键是挣完这个钱之后 怎么保证它的公益性 你就应当更强调 你的所作所为 最低的限度是不能损害 公交所保护的公共利益 当你的所作所为 都已经损迹到了乘客的利益 你的这个公交的形象的时候 恰恰就违背了你这个行当最基本的底线 让公交公司把公益做的彻底 而不是让公益 仅仅变成停留在水边的口号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杨老蔡先生的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接着说吧 再见